传说中的瘟神是受神的指派到人间行瘟不易的使者 所以说 瘟神有眼 散布瘟疫的物件也是明确的 不可胡来乱来 现代人可能怀疑 真有瘟神吗? 瘟神也在轮回转生的行列中吗? 民初《五母居士》编的《轮回集》 记载了一则瘟神在现代转生的真人真事 张九高先生是江苏省丹阳深岗镇人 民国初年是该乡设在祭祀庙的第二初等小学校的校长 他是一位千功宽厚 谨言慎行的传统君子 西下有三个儿子 长子张应珍 育有一子叫做宝玉 二十年代有一年正月间 他的孙男宝玉突然伤亡 才过了半年 7月20日 长子应珍 就是宝玉的父亲 感染十亿 宝王 在轻壮之年 离开了人世 张九高先生突然遭受长子长孙 在半年中相继腰视剧王的打击 心中郁郁纠结 他细细回想 生平没有犯大错 为何人伦悲剧 皆中而至 儿子和孙子的巨事 让他对一生坚信不移的 善恶报应的天地产生了动摇 就在儿子应珍亡顾后的第三日 即7月22日这一天上午 发生了一件奇事 这天 张九高的次子张应介 斜着镂筐上街买菜 当时是上午9点左右 他忽然看见已经死去的哥哥应珍 牵着宝玉迎面而来 他开口唤了声 大哥 一煞时就不省人事了 街上的邻人看到他突然倒卧在地 都来帮他 扶他 不一会儿 人们看到他开口了 并大声呼叫起来说 我是张应珍 声音的确是张应珍的 而不是坐在地上的张应介本人的 他换人拿纸笔来 并请求找他的父母到现场 有人去他家通知他父母 留在现场的人们看到 他一面写 一面说道 我乃一时 原本姓吕 张九高夫妇一到场 他就跪地行八百里 并且一再安慰两个老人家 他这一生的轮回转生 是有姻缘的 不用伤心 等到向父母行完礼 张应介就恢复了清明的神志 张应珍在所写的四言文中 展现了他在另外时空的观点 把前世和今生的转生因果 说得一清二楚 我前身是行瘟疫的使者 姓吕 这一世的儿子宝玉 本是我的左侍 光绪二十年7月14号 在山东 行瘟不易时 我误拿了两个不该死的人 犯了过失罪 而遭贬 将折凡间 当时那里的土地神就是我这一世的弟弟张应介的前身 他才刚当上那里的土地神 我俩没能把使命圆满做好 同时获罪 遭降折受罚 宝玉也跟着我降落凡尘 是为了帮我驾车的 不是来当子嗣的 为什么这一世降生在张九高的家 在他留下的四言文中 有详细的解释 我和土地神降折尘世来受罚长醉是一时的 长醉后就可以归位 但恐怕一入尘世洗去了前世记忆 就迷失坠落在尘世中 永无归期 所以必须找到善事来当父母 经过数载的寻求 才得在大善人张九高先生的家中转生 我这一生虽无功 也无造恶 所以到了当归位的时辰了 这时染疫是命中注定的 怎能医治好呢 这时间都是轮回回圈的过程而已 瘟疫也是因果招致的 一五一时都能说分明 他在另外空间能看透人间的一些情的迷障 于是劝为父母善告家人和世人保平安的办法 他这样说 我不是真的来当你们的儿子的 请勿伤心 家中诸事还有二弟 如果我有空侠会暗中帮助 我的妻子曹氏 真洁可喜 受洁虽苦 鬼神都敬佩不宜 一生有福气 以后受人万四 在人世中享福禄得长寿 虽然看似荣华富贵 但我有话请弟弟们放心上 为善最乐 但善也有真假 要明辨细查 什么是真善 孝敬父母又爱他人 近邻的人有染疫的 是因在另外空间有温神 行问不易 请告诉那些人 要想平安 切勿心存侥幸 存善才可得结 张应珍透过在他弟弟身上 附体的方式 为父母 为世间人 截获了 他也把善恶有报的天理 小于人间 即使为神 也须守着天理规范 绝无侥幸之理 同时 从他前生今世的际遇中 给人留下这样的讯息 实际上 谁当然瘟疫受死 都是有因果的 温神行温不易 是有明确针对性的 即使勿拿一二人的性命 都不受天神允许的 人间的瘟疫 是善恶报应的一种机制 看似广泛 大面积流行的实意 执行的是善恶有报的因果 机制绝不是乱来的 平安没有侥幸 为善最乐 孝敬父母 又爱他人 是善的根本 唯有真善 才是打开平安 之门的钥匙 说到这里 很多人就联想起 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瘟疫了 有人发现 这场瘟疫 就是针对中共 及一切 亲中共势力而来的 中共犯下的罪恶 数不胜数 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 不仅中共会解体 跟着中共跑 对中共罪恶 听之认知 推波阻拦的人 也都到了遭到的神 除非当机信物 立即悔改 说到中共的罪恶 中共是反神的 战天斗地 土改 三反 五反 文革 六四 制造天安门子坟 诬陷法轮功 迫害藏人 维吾尔人 杀人无数 中共官场几乎五官不贪 好色乱性 利益至上 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 试想 一个对真善神 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 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 说温神有眼 其实就是因果报应 有因才有果 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 知道这个 就很好预防了 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 如果党团队的 马上写声明 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 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大爆发中 已经有不少染疫的民众 通过承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 机缘莫错过 一念定未来 紫团队组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